後來 鄉親在新聞頭期線 來關心六港町邊海路是連接台17線 到61世兵快速道路的重要道路記憶 自通車以來這整條路完全都沒有路頂 也沒有來設置分隔道和記車道 車好賓團 又還有省為提案時間 附近的民眾就希望相關單位可以趕緊來改善 這段路是六港町 六草路三段 通往到我們平海路 哎呦 整條路還摸摸 不然一段路頂 吼 怕死人 又差這麼多 真正什麼都看不到 黑媽媽一片明明是40米的道路 怎麼會連接台路頂都沒有 整條路還摸摸 沒有路頂 也沒有安全到 另外一位機密也報案 每天晚上怕在黑媽媽買路頂 隨時都怕會出車河 這怎麼都沒有路頂 回家取賣給 太危險了 那個坑洞 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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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危險了 六港平海路 自從通車之後都沒有路頂 既然一到晚上就不敢出門 大火車 燒焦車 來來起起 車速金 又沒有分隔道 也是機車道 非常的危險 這就是連接我們這個 營儲交流道 還接到台17 這條是40米的道路 但是它都沒有分隔道 也沒有路頂 整天晚上是這樣 曼曼曼 行車是非常非常不安全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做到基本的設施 包括它的分隔道 還是它的路頂 這條平海路是連接台17山到61西邊快速倒路 電風鄉親很需要路頂 來就跟黑暗買路 讓他們有一條安全的路可以回去跟處理 大長的新聞 林貴英 六港 蔡宏博德 請一條倒路 路口請一條倒路